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是我愛丁堡蘇社 大家好 今天很開心 能夠在愛丁堡的戲院裡 能夠看到《九龍城寨》這一齣電影 話說在早前已經不停地和同事推介 香港有一齣電影即將在愛丁堡上畫 甚至把導演播出來 和他們開心分享一起去看 看完導演之後 他們都覺得動作非常厲害 很有勁度 也挺吸引 於是我今天下班的時候 一位德國的同事跟他說 Tom 有沒有興趣一起去看電影 於是就跟他一起去看這齣電影 看完之後我只能說 真的很感動 亦都是香港人的驕傲 這齣電影我相信一定能夠揚威海外 去說好香港故事 整件事就是畫面漂亮 動作正 而最感動的我並不是在電影裡的動作場面 而是電影裡的隱隱滲出來的那種人情味 首先我覺得在台詞上已經非常感動到我 特別有兩句都令我很大的觸動 第一句就是跟林峰說 你今晚能夠睡得好 不是因為這個地方 而是因為這裡的人 真的很重 第二就是這個地方不停地變 但是裡面的人是沒有變過的 繼續好好地去生活 所描述的就是 九龍城寨裡面的一些情景 這兩句的台詞都令我感觸萬千 所以我覺得整齣電影裡 在台詞裡都很觸動到我 第二就是 導演的處理我很欣賞 是沒有刻意地去賣九血 又或者是很煽情地去處理一段的劇情 特別是由朱柏康飾演的一個吸毒的引君子 於是就可能錯手也好 或者蓄意地殺害了他的太太 然後就被教訓的一段 你看到他那個小朋友 在那一刻 那個鏡頭其實可以做多些 或者在配樂上面可以做得更善情 但是導演卻沒有去處理 反而就是很寫實地 很淡淡然地去交代當中的情節 所以我喜歡的 因為我其實都挺怕一些很善情的戲 而這一齣電影我覺得就是很純然地 做動作的就去做動作 做好物戲的就做好物戲 去做一些有情緒激盪的位置 就很誠實地做好 所以我覺得我也很喜歡這種導演處理 第三就是 林峰令我徹底改觀 因為坦白說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林峰 因為永遠停留 他在電視機的劇集裡 經常做一些很激烈的小生角色 而且感覺上 他所飾演的角色好像沒有什麼變化 覺得他只是賣樣 但是這一齣電影絕對為林峰是平凡的 整齣電影都沒有流露出一股創樣 或者是要怎麼賣弄自己有多漂亮仔 或者有多有魅力等等 不是 反而是做好這個角色 所以我覺得林峰是令我徹底改觀的 正正是因為這一齣電影 所以我是很喜出望外的 再來就是 在電影裡有很多香港的街道 一些物件 記不記得這個綠寶產汁 還有玉泉忌廉 充滿著一種香港 舊日的情懷 還有那種人與人之間的不單是義氣 也有一種人情味在裡面 當一些走投無路的人 進去九龍城寨的時候 由古天樂所飾演的龍捲風 永遠有一絲同情聯憫 願意與一些受苦的人去同行 所以那種人情味我覺得是很棒的 還有裡面也有一些守望相助 你幫我我幫你那種精神 所以這種情懷是很棒的 再下去就是 整齣電影都由很多本地的演員參與拍攝 總覺得身為一個演員 是需要機會去做一些 practice make perfect 令到可以不停從這個演出裡面進步 你想想一下以前 梁炒偉 或者是周星馳 或是張帆等等 都經歷過無數磨練 讓那樣才能擁有今天的成績 所以成奟是 很多本地演員能夠參與於其中 我覺得也是為他們打發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基本上上了 produit 演技寶貴的一課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是很開心能夠見到的 當然一代的男神 劉俊謙和古天樂相影成催 古天樂就是我們所認知的男神 而新一代的男神就是劉俊謙 很吸引 駕著電單車在城寨飛池 一些舞打戲也演得非常出色 不僅是他 還有其他幾個 四人幫 《十二少》 由劉俊謙所飾演的《信一》 之後有胡子彤所飾演的《十二少》 當然也有一個我不是很認識的演員 叫做張文傑 裡面也是飾演得很好 跟林峰這四個人物的關係的兄弟情 令我有一點點聯想到 鄭伊健的《古畫仔》系列 是精彩的 是好看的 特別是四個人一起去做一些動作場面 都是令人目不下及的 當然一眾的前輩 一個大師級的演技也非常好看 當然提到的就是 洪金寶 王德斌 還有五運龍 當然是任賢齊 古天郎 一眾資深的演員 演起來是很好看 其中一網 古天樂和洪金寶 在房間裡演的一齣戲 那種錯摸是做得很好 導演處理得非常巧妙 未入場去看的朋友 都請你積極考慮去看 到最後 就是說真的 雖然我覺得 感動我的 就是他的台詞 或者一些 點點的情懷 但這部電影的確是近年一齣 動作場面非常好看的一齣電影 只能說的是拳拳到肉 亦令我很入順 因為說真的 其實電影肯定是借位 怎會硬喬硬喇馬的 都可以 但你只能拍一次 會重傷等等 你明知道是借位 但問題是 借位都做得這麼逼真 那樣東西好看 還有有些朋友可能會挑戰 鐵布衣 硬起弓 被龍捲風捲了上去 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大哥 這是電影來的 不是紀錄片 如果100%這麼真實 這麼合理 或者這麼合邏輯的話 我覺得 這一個就不是電影 只是一個寫十片 紀錄片 正正電影就是 有一些創作 有一些想像 亦都明白 我們身為觀眾 其實是明白的 反而我整個電影 我和這位德國朋友 都看得是 透不過氣來 劇情非常緊湊 令到我感到很緊張 覺得很好看 不如說一下德國這位朋友 Tom 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他就說 很久沒有接觸過 香港的一些動作場面 有些動作片段 就是有些動作片段 就是《恩子丹》等等 但這部電影 看完之後 他很驚訝 原來香港電影 特別是動作片段 武打的片段 做得這麼好 可以追上國際級的一個級數 這是她第一個感覺 第二就是她很欣賞 除了動作設計之外 電影裡的鏡頭調度 那種使用 那種剪接 加強了打架時的刺激感 亦她所描述的就是非常有力量 這個歸功於演員們 攝影師 剪接師 導演等等 所以這就是她提出的第二件事 第三就是她很喜歡最後出台前幕後人員的時候 伴有一些很寫實的生活片段 例如在押面 又或者是香港聲鼓市民工作 在街頭上 街頭或者店舖工作時的情況 這些畫面她都覺得很有趣 有些真有些假的感覺很奇妙 去到最後 我感覺上這一出的電影 以九龍城寨去隱喻一個地方 而這個地方環境雖變 但是人情味卻沒有變 所以我心裡都挺積極 挺熱烈推介給各位媒體的朋友 特別是今次在外町寶體的時候 入場大部分 我想佔了99.9% 都是香港人 都有一種很親切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是自身在英國的朋友 你未看這一出的電影 都鼓勵你入場去支持這一出的電影 因為一定是值回票價 以一個這樣的票價 能夠欣賞到這麼大型的製作 一個這麼用心 這麼有心的製作 能夠看到這麼多不同的元素 我覺得絕對是值回票價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你喜歡 好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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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